你是太阳花世代 十年前就是因为马英九而觉醒 这次他在搞这出 直接确保四年后的走投组合 二头新职年轻人的板中立场 减轻目前网上 普遍对抖音世代及古文化渗透中的担忧 你们这代太阳花真的救了台湾 你事后想 那种可怕 那种人家来是连台积电都要给你买掉 莲花科 你什么记忆体的工厂他都要买 还有什么 你的面板什么都要给你买走 是吧 如果不是政府把它挡下来 到时候会变成什么 胡帽如果让他进来 台湾的所有各行各业的老板都是中国人 哪怕你去打工 你什么商店去打工 可能你的老板都是中国人 你让你没允许 所以如果真的胡帽进来 他可以完全掌握住台湾 那就不光是科技业 这种服务业都是中国人掌握 搞不好那些工厂现在都中国人来开了 那是你台湾就知道死了 所以太阳花年轻人是台湾的命脉 是台湾最硬的一块骨头 马英九你这个美牙无耻的人 你拿什么啃得了这块硬骨头 所以讲到太阳花我就很感动了 这个太阳花真的救了台湾了 各位你如果把那些东西重新再来 review 看一次 有年他垮成这样子 台湾也有一家公司跟他一样 全部靠中国死掉了快死了 台售 台售的钩票今天在40元保卫站了你看到 我跟你讲所以我们不想影响股票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台售死了没救了 没救了 他最硬的中国人投资都不要了 回到台湾来你还有一点一线生机的 你继续在中国那个什么海仓计划 不会死的更难看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王家已经染红了 整个王家都染红了 这样的金银之神 难道他们真的富不过三代吗 现在第二代而已就垮掉了 那多少股东要受害你知道吗 只因为你们认定中国很大 所以只要去抱着中国的大腿你就好 怎么会想得到中国是这种邪恶的国家 中国所有的人从政府到他们的生意人 他们都有一个想法 要把这些外资全部吃掉 我以前有跟一个中国人合作一家工厂 干部跟我讲说 你那个中国股东跟我们讲说 我们大家努力把这些台湾人赶出去 他妈的我是股东 我出的钱最多 我占66%的股份 他也不到三分之一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台湾人 我们三个人和我一家小工厂 但是我们两个台湾人都在忙自己的事 有时有事业说 这工厂比较小的 给一个东北人管 吉林人 结果表面上很拼命 所以我对东北人非常讨厌就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吃过他的亏因 我是有时候不好意思讲 觉得我很減小 但是我现在讲出来 他们会在 趁我们台湾人不在的时候 跟那干部 他跟干部开会会想说 我们中国人我们大陆人 我们想尽办法大家团结起来 把这些台湾人赶出去 他穷了几代 突然看到那么多钱 他怎么可能不乱搞呢 说真心话 如果你要合伙 真的不要跟穷人合伙 这句话我不怕你们骂 我不怕你们骂 当然不是说穷人都不好 太穷了 一点点利益 他守不住 我说不要跟穷人合伙做生意 这个原则你一定要把握住 可以请他来帮你打工 可以付他薪水 但是不要跟他合伙 就会让他来帮忙 我去帮忙 就会帮忙